您好 欢迎收看6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旅会 花莲县政府和花莲县观光协会 在县长许正蔚带领之下 前往新竹市参加了新竹国际旅展 而且也举办花莲新竹永续观光级产业交流会 和新竹县市观光产业业者来交流 包括了他们的县长杨文科 市长高宏安都出席 现在学生表示 在疫情减缓解封之后 如果突破旅游困境 让中国人或世界各国观光客 都能够走进台湾 走进新竹市与花莲县 希望大家齐心协力 今年花莲将邀请大系列的南岛族裔族人 参加七分的联合风年节 让花莲走向世界 世界走向花莲 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来旅游 把花莲下半年度的整个观光旅游的 重大的我们的这个活动都已经推出了 无论是夏令嘉宁华 红云阳旦放暑假礼节和风年节 再到我们的英雄权美文汤 花莲八莲音乐会 再到我们的太平洋灯会 以及太平洋灯会之后 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欢乐业誕诞城 这是有别于新北市台北市的欢乐业誕诞城不一样的 花莲的欢乐业誕诞城是对于我们宗教幸福分享是以这个为核心而价值 而并不是商业性的这个业代节 所以每一年都有非常非常多追逐身心灵信仰灵修的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来到花莲 尤其是在花莲这几年 无论是我们在推动慢精品 以及大口中呼吸转动好力气 以及现在在推动我们人把体力把天天把道道往自然 让大家把脚步慢下来 所以我想在COVID之后疫情解封大家都要往外走 但是在现在如何突破我们旅游的困境 让自己本岛人以及在来自世界上的观光客能够走进台湾 更走进我们无论是新竹县新竹市或是巴林县 我想这就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情绪协定 所以这次为什么旅游花莲县政府来到我们的新竹 说到我们两位国人县长或市长或是我们的观光旅游业 等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情绪协定 我想就是来分享整个花莲的美好 新竹市长高河安也欢迎大家来到青草湖赏景 玩水上活动或是到香山私地 南辽渔港游玩 新竹市小二美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可以游览完毕 但新竹市不只是高科技的产业 古今与历史建筑的密度也是全台最高的其次处 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新竹市走一走 给新竹市一个观光旅游的建议 新竹市也会向花莲来学习 新竹市的杨务科表示 花莲光之下了两个月 就有陆续联合公司剪辑大型公共活动 新竹人努力赚钱努力工作 赚了钱那么多就是要到花莲来游玩 记得Jongy新竹市报导